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開箱速遞就和大家帶來這一部 TLV NIO最新推出的 無限CR-EXPO PACE CAR 先給大家看PACE CAR 這裡也看到PACE CAR 是隸屬於日本的06賽車場 但這裡沒有寫年份 我找到大概是80年代頭 應該是83年左右 因為它還有另一款顏色 我沒有買到 我打算看看會否遲些便宜 另外TIFFINY BLUE那一架 是有八薩 其實是1983年的 那一架我沒有買到 但兩架應該是同期的 那就是這一部 無限版的CR-EXPO 我應該沒有記錯是接下來 還是什麼時候會再出另一架的版本 對 原來忘記開燈 好了 大家可以看清楚細節 先把塵 我會說這架真的無限版本 我記得之前是否會再出一架 還是我記錯了 我先查一下 另一架真的不是PACE CAR版本 那架真的 是全原裝無限的 不是PACE CAR 不是安全車 但是安全車來說 它就... 這個天窗 是照常都有的 因為我看回後期的照片 就算它轉了款用小子彈 都是有個天窗 接著就加三盞燈在這裡 扮PACE CAR 還要沒有這麼漂亮的拉花 所以說是整個銀灰色 然後就這樣寫字在上面 對了 沒有這架這麼囂張 又要黃 又要白 又要描述一條 拉一條花在這裡 有一個紅線 這樣 對了 不過這架車呢 我是衰白癡的 我忘記了訂購 那我在現時點後補買 就看到硬是有少許問題的 對了 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價格 不知道其他觀眾買法有沒有 我這架頭 右邊頭幫把 紅線是有少許深色出來的 我想觀眾應該都看到的 稍為看到有些 但是 隔著鏡頭應該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如果用眼看一定看到 對 不用拿放大鏡 不用長眼鏡 不用戴老化鏡 一定看到的 那就 大致上都不覺得 有其他問題 是這些小問題而已 那這架Pace Car 我覺得真的沒得頂 我可以換裡面有波子 放這架 反正我也想 我不知道為什麼 歐洲車放久了 我想嘗試換回日本車 在裡面 那這架CRX Pro 應該都蠻適合的 其實裡面的R31 我真的不捨得換出來 對 現在看到這架車 我有少許三心兩意 開始游 對 三心兩意 一等下流就是我了 對 我還有一架Q嫂黃色那架 為什麼拿 我本身就是拿這架出來的 因為 畢竟是大電視 其實元祖CRX對標當然是大電視 因為兩架車 其實是同一個底 基本上 軸距和車頭的造型是幾乎一樣的 對 是幾乎一樣的 但剛剛想說 原來Q嫂之前出了一個黃色的 飛仔版 這架是全原裝 然後又沒有黑盞 又沒有黑輪的 那我先拿黑輪版 那條黑輪版 那條黑輪也是原裝輪來的 很好笑的 這架真的 但我先拿這架出來 差點忘記了這架的存在 我還要包到這架像木乃伊一樣 原來 因為那時候Q嫂有一批車 不是因為印尼限定版 那批車都 哎呀 還黏著一張紙 好了 我先拿這架 這架放在一邊 肯定是拿這架飛仔版 雖然那個是黑頭 黑頭盒 這樣也 算了 兩架拍馬 其實那個軸距是幾乎一樣的 就算是兩間不同的廠做出來 那些數據都是差一點點的 軸距是差一點點的 但長度是幾乎一樣的 真的差它頭頭尾尾 我軸距是幾乎一樣的 我記得Q嫂那架是做大了一點的 如果可能拿Hobby Japan那架來給 會再增加 Hobby Japan那架 忘記放在那邊 Hobby Japan好像沒有出過黃色 不要緊 這架就收到這架了 再放多一點點 讓我看看車子 那叫做 細節位置都算是差不多的 即是真的給TLV 我這架是140元買回來的 那看看 Kiffany Blue那架會不會有降價的機會 因為 我看到140元都應該差不多低位了 最低是暫時140 現時的 我不知道過兩個星期 即是說這條片出街之後會變成怎樣 因為我是在這條片出街之前一個星期買的 我不知道會變成多少錢 還有我最白癡的 我又忘記訂今個月出的那架 萬事得邦稿 引月運輸那架我又忘記訂的 但現在看到158元 我難道有點不捨得買 其實都是貴18元而已 可以開尾門 開一隻單趟 其實是划算的 但就是不知為何不捨得買 那看看會不會有機會走到 看到有一家能150元 那便去買 因為最低都做150元 最低都150元 或者150元 是左右的 再貴就不會考慮的 當然有些店舖當然是mark up 那些當然是不考慮的 那 那看看未來會有些降價空間 那再在這裡 看著看著看著 細節有點不一樣 哦 不是一樣 但是先開一盞TLV 終於沒有以前那麼萌塞 因為以前 大家有印象 應該是整個窩釘底凸了出來 你看到這個窩釘 不知道它應該改了入筍還是怎樣 應該改了入筍 對了 要開一盞 你看到尾箱這個位置 是凸了一點出來的 那它又改了入筍位 入筍位也是凸出來的 但絕對沒有窩釘底那麼噁噁 所以這個絕對要炸一盞TLV 你知道它以前那些 我的王冠旅行車還好意思說 現在新款那隻沒有了 但我舊一點 第四代王冠 我計算是 大概六七年前的產品 依然是凸在萌塞 硬是弄了窩釘底 那你想怎樣 硬是弄在這裡 沒有原理 即是不可以改入筍 不可以成的 現在改入筍了 信眾要求 那當然要讚一下它 那再看看 底部就是這樣 有一個雙出尾後 對雙出尾後 對雙出尾後 然後再看看底部 那帽子寫著幾多毫 一年呢 2023年的帽子 來的 看看我再看一次 我是不是記錯呢 這架TLV的CRX Pro 是出了眉的 這架真的要炒一炒 太久沒有看過這些東西了 已經 先看看 這個是 CRX PRO 看看找不找到 不是吧 沒有 玩我嗎 竟然TLV 竟然展示不到出來 不是吧 撞你的鬼 沒有 竟然 我真的被你氣死了 找不到資料 竟然 不要緊 我在外面找 這個HONDA CRX 其實我在想 既然TLV 現在出得這一架的話 會不會再出另外 子彈仔 會不會有機會再出呢 不過暫時再看看 其實接下來TLV 我看過一些東西好像都 咦 出了 原來我忘了買 原來是 白色那架是出了 是去年11月出的 這次真的 我來自潮州 一生外潮霸 原來是出了 我自己忘了買 不知道還追不得回 我看外面還說有 原來我自己放了 我自己也忘了買 有機會可以追回 原來是我忘了買 難怪 那 那 好了 再給我看多一次 測試細節 接下來有機會 我都盡量拍更多一些片 因為現在 久了沒有Pay-up 是有一點生疏的感覺 不過 TLV 一向都少一點 這架又沒有什麼 最重要是沒有QC問題 對 它又沒有什麼QC大問題 我覺得 罵少一點也好 起碼不用我煩 先看 細緻位都做了算足 百四元 我當是真的買TLV 金七招牌 其實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說這架車 給別的牌子做 可能 這個價錢 我這樣說 這個價錢可能做得更細緻 但是 TLV 你就是買它那套SISM 它有避震 它未必會做個煞車碟給你 或者會做給你不必漂亮 但它可能會有避震 而且整體來說 細節位是會做得更漂亮 就是比其他廠 但是 其他牌子的競爭力都在 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廠 有些車人出完 就出來說 這個A70Supra 我會覺得 A70Supra 你現在TLV再看 你會覺得吸引力沒有那麼大 可能 可以比日本 如果QC沒有東西的話 都比它好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有時候你會看到 但這架子中是TLV 爛船都有三斤釘 不會太差 我經常會卡在這些位置 想看觀眾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 TLV 真的買去金七招牌 你要說漂亮的話 有很多人做得漂亮 對不對 但QC 又不是個個穩定 TLV的QC 你以為我沒有插過嗎 我現在想一下 有很多車給我插過 對不對 好 今集就先說到這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